最近才受燕子颱风吹袭的日本北海道地区 今天又发生强烈地震 地震发生的时间是当地的凌晨3点08分 规模6点7 镇阳位于北海道札幌东南面112公里处 镇源深度大约40公里 北海道有多处住宅路面坍塌水管破裂 更有多栋房无歪斜甚至倒塌满目疮痍 后船艇地区灾情更是严重 山壁大片崩落掩埋房屋 至少19人就此下落不明 这场地震造成超过百人受伤 另外包括扎晃、续船以及寒管等多处地区 出现大规模停电 扎晃市的新千岁机场也全面停飞